于书欣与张彬彬合作出演的两个人的小森林 开播首日竟然差评一片 理由竟还出奇的一致 两个人的小森林讲述的是 高冷植物学教授陆宇与表面是化妆博主 其实是鸟博士的于美人上演的欢喜冤家的故事 剧情弱智老土 男主人设美礼貌引人厌 剧情一上来就认错人 于美人要拍摄套路短视频 没想到摄影师连剧本都不用 说直接开拍 关键离这么晚拍摄能拍到个啥 而且还隔着玻璃 只有背影 当于美人看到老熟人 暗恋的同学陆宇后 竟然还继续接着眼 这剧情真是哪里哪里都是吧 并且男主人设也太不讨喜了 说女主脑勾浅 竟然还用圆摆这种植物学的词汇拐着弯的骂人 这没礼貌的人设不是高冷 而是没素质 这真的劝退大部分追剧人 虽然说剧情终于美人与靳总的眉来眼去 就知道什么意思 上演了一出小妈文学的好戏 刚有点好磕 不好意思剧情 就是不让你如意 浪荡情场的男二 遇到了傻白甜的女主 闺蜜甜甜 上演起了雨中送散的土味爱情 剧情直接分流 实在让人看不下去了 剧终于美人竟然用货香正气水制拉肚子 而且喝了两瓶还酒精过敏晕倒了男主家 密码门一按就对 这超出认知的剧情真的实在让人拉入不了剧情中 而且于美人还要上演女追男 笨蛋美人追植物天才教授的设定 这也太套路了 而且直接就去办公室的堵着 这对于高冷专注于植物的教授来说 是不是太惹人厌了 这还能喜欢上也是奇奇怪怪 于书欣演戏模式套路化 嗓音劝退 于书欣在《苍蓝诀》中因为高田的演技吸粉无数 不过在这部剧中仍然是这种模式 让不少人吐槽 因为和《苍蓝诀》中一样的演戏模式和嗓音 让人分不清这是小兰花还是于美人 而且于书欣在这部剧中的嗓音也是嗲嗲的 虽然在一部分眼中很受人喜欢 但是也有大部分不是很喜欢这种声音 被这种嗓音劝退的人也不少 不过其实于书欣在剧中的表现确实也可圈可点 因为剧中的不少搞笑点都是他奉献的 而且剧中小碎步和嘟嘟唇的样子都十分可爱 并且搅取照片来看的姿态真的让人大笑 而且会产生共鸣 不过整体上来说鱼不眼霞 这部剧还是土到吊渣 剧情半多 男主人涉讨人嫌 不过这部剧才刚刚更新 后边有反转也说不定 你们喜欢这部剧吗